1月21日早上,也媒体爆出了一则喜讯,称台湾女星林瑞君接受男友求婚,晋升准人妻,晒照大笑甜蜜。 据了解,此前林瑞君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照,并发文称,谢谢你,我愿意,为婚妻模式开放。 照片中,林瑞君的手与一只男性的手挨在一起,看背景两人是在炸鸡店,虽然看桌烧血凌乱,但两人无名纸上的戒指十分显眼,让人一眼就看见了。 林瑞君本人还兴奋地说道,她说,要带我吃遍全世界的好吃炸鸡,但以后只能跟她一起吃,简单的一番话,前密度报表。 求婚成功的消息被报道出来后,引起了不少热议,随后有媒体发出了两人的求婚经过。 据悉,林瑞君前段时间与男友一起到韩国旅游,为了体验当地文化,特意逃去冰调,没想到却出了意外。 据林瑞君回忆,当时不小心重摔在冰面上,总领立马就月清流血了。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,男友宝不受到了触动,当时就在韩国买了戒指求婚,林瑞君感动之余立马就答应了。 林瑞君曾直言,男友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,他会把未来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。 一个身高187厘米的大男人做事情如此细腻,很为自己心意。 究竟林瑞君如此满意的男子是何人呢? 该男子名叫王嘉玄,曾经是台湾著名公司凯卧模特经济公司的一名模特。 能进这个公司,何想而知有多优秀,毕竟阮金天、林志玲、郑元唱等明星,都曾是这个公司旗下的艺人。 而说起林瑞君,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她,其实她是台湾的知名女艺人,从四岁开始去芭蕾,在舞蹈界十分有迷。 曾担任过许多艺人的幕后指导,指导过的明星有大S、小S、徐洛轩、潘贵如等。 此外,她还曾在武林大道,康熙来了等节目中担任评审与来宾,顾及精湛,令人叹服。 如今,林瑞君已经四十岁了,在娱乐圈。 打拼多年,终于要与一众人修成正果,这绝对算是喜事一桩。 我们也静等她官宣结婚的好消息,好将祝福送给她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以及请不吝点赞、订阅因为订阅和音乐经典